财政部机有营业人获奖名单出炉了 在今年度花莲地区共继有6家企业从中脱颖而出 10月1号上午北区国税局长则特地代表财政部 亲自来到花莲颁赠奖项 感谢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厚实国家财政的贡献 今年财政部核定机有营业人一共有136家 而花莲地区有6家获奖 包括了远雄海洋公园 新兴水泥企业 安年企业 利顺利清 展信营造 以及仁爱加油站等 北区国税局局长王秀忠 在1号特别来到花莲的海洋公园进行颁奖典礼 他感谢所有的业者都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配合政府的政策 海洋公园第三度的获奖 它在103年106年 已经获得了使用统一发票 的机有人奖 所以我们是真的非常非常地公幸 海洋公园不分野线公司 我们这一次的110年度 我们北区国税局辖区很大 有9个县市 那我们提报给财政部或核定的这个机优营业人呢 有136家 那这个占我们北区全部营业人总加数 540,237家 那它是占比是万分之2.5而已 而这一次活动的主办场地远凶海洋公园也是这一次获奖的厂家之一 在获奖之后 园方也特别宣布 为了分享获奖的荣耀和喜悦 回馈东部地区的乡亲 即日起一直到年底 入园门票都有优惠的折扣 我们将近20年的园区来讲 我们要更动的东西就会相对比较多 包含前后台的一些系统 要有投资的金额 以及人员要去做培训 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投入的一些成本 但是它的效果是在后面就会显而易见的 甚至刚好这一次的疫情 国家公共局那边也希望我们做一些无接触事的方式的一些 营业行为 不要让客人有太多现金上的一些交流 那刚好我们电子化在前几年配合财政部这边做的这些活动以后 从入口开始你都不用拿门票 你刷了QR Code就可以进来 现场所有的Pay都可以使用 LiPay也可以使用 Apple Pay 台湾Pay都可以使用 去减少那个 那当然为了这个我们前后台投入非常多的一些训练跟成本的部分 但是成效就在这一两年 突然我们就接收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效 那客人也很配合 他们也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不用带太多现金就可以到华东来玩了 北区国税局辖内营业人家数 高达有54万家 而获奖率为万分之2.6 因此北区国税局局长王秀忠 对于获奖的厂家都相当的肯定 也希望能够起带头的作用 让更多的厂商能够诚实纳税 记者徐立琴 吉安相报道